凡事 饮食物 药物 我们起居 我们运动 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情感 如果是顺应丈夫之性的 这就是偏于我 如果是逆丈夫之性的 这就是什么呀 这就是血 实际上我们讲怎么养生 是多做有利于发挥脏腑功能的事 什么叫发挥脏腑功能 也就是说多顺应脏腑之性 你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 这就属于养生的范畴